哈喽,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约会究竟该不该AA制呢? 今天要聊一个万年不败的约会大哉问 到底该不该AA制呢? 这个问题呢,早先从PTT到D卡 他每一段时间就会被炒出来做一番论战 就是只要有新闻媒体有一些新闻出来之后 就开始讨论说到底该不该AA制 之前在D卡有出现一篇就是所谓的社会实验 有一个男生,他就跟很多人约会 然后他就都不刻意请客 然后他想要测试一下对方的反应 然后最终呢,他就得出来结论 其实不一定女生就是都会期待说被AA制 但是你AA制之后,他们会感觉你比较乐意 跟你有后续的进展 那究竟到底你身为一个男性 你该不该AA制呢? 我觉得大部分来说 女生还是会有一点期待被请客的想法 多一点点 我是说多一点点 并没有说全部人都这样想 但是呢,那你到底该怎么想 该怎么做呢? 今天就分了五点来探讨 今天的角度会比较站在男性的立场 因为站在女生的立场可能就是 你要不要请,你不请我就自己负 所以我觉得站在男生的立场来论辩一下 到底该不该AA制 会比较有趣一点 而且会做这一集呢 其实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专家学者 就不论男女 他们都是会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见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都太过于后设女生会怎么想 那我这一次就是先把那个主轴 拉回男生自己的心态上面来做讨论 首先第一点就是 男生到底该不该AA制 我觉得呢 一,要不要AA制你自己说的算 我觉得钱是你辛辛苦苦攒来的 两个人约会要不要请客 本该就由男生自己做决定 而不要受限于所谓的社会框架 或是大家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 你就只好这样做 我觉得如果你相谈圣欢 你容心大愿 你觉得说今天跟这个女生出去吃饭 你觉得很开心 而且你觉得请客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是小事 你要大胖的请客 fine,就请 但是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约会 就是对方给个赛饼 或对方就是感觉要占你便宜之类的 那你选择不请客 我觉得个人也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你又没有亏钱他 如果你们两方的约会是一种 纯粹的认识的话 那我觉得对方如果很高的姿态 或是有一种觉得各种的傲娇 或是没给你好脸色看 甚至在饭局上 闲东闲西 闲地选了暂停不OK 白般地刁难你 那我觉得如果都已经到这个底部了 你还要自己就是装大方 或是受限于就是社会告诉你 男生就是要请客 你就硬要去请客 那我觉得你请的时候 你心情也不好受 你懂吗 你为什么要花钱找罪受 然后甚至花钱让别人来贬低你呢 我觉得如果对方的态度 让你觉得不值得请的话 你大可就选择AA制 但在此要先厘清一下 我们这边在讨论的AA制是 所在第一次见面 或是刚开始约会的时候 就是你们还不是很熟识 可能刚开始约出来吃饭 或是看电影之类的 这边的AA制我觉得 比较偏向就是可能是你们刚认识嘛 所以你就是还没有到那个一定的暧昧基础 就真的是很朋友的认识 就是由大家以上一点点而已 所以在此呢 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两个人可以基于 就是双方的经济水平 互动状况 或是所谓的金钱观念 但你们聊天的内容 其实就大概知道说 他是不是有点期待 或是他的感情观 大概长得怎么样 你可以去聊天的时候 大家问一下他们之前的约会状况 那决定要不要付或不付 其实都是OK的 并没有所谓的 你不付钱你就是小气 约会勾搭取 就是很没有诚意这种道理 我觉得一切 就是你要心甘情愿 如果你就是想要付你就付 你不想付要AA制 那你说的算就AA制吧 接下来第二点 关于说到底该不该AA制 我觉得二就在于说 不要用AA制来考验人性 真诚直说才是王道 很多约会老手 很常给一个建议就是 你第一次跟女生出去约会的时候 千万就是一定要刻意的AA制 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 有可能就是要来占便宜啊 或是乘饭啊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 你已经后设很多所谓的人性的暗黑 或所谓的约会的考验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没有必要 你今天想请就请 不想请就不想请 不用刻意去用这种手段 感觉说 你就是要考验对方 就是看AA制他的态度是怎样 然后你可能还一副那种 就是看好戏的心态 其实人跟人互动 其实有些些微的表情 些微的肢体语言 其实都可以透露出 你这个人的真诚与否 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可能抱着说 你就是想用这个来测试对方 对方也当然知道啊 那他也会觉得说被测试的那个感觉 非常的让人家不爽 女生的心态一定会觉得说 老娘又不是负不起 你今天用这种烂招数 想要判断我是不是 就是有想要秤你的钱 或是秤个饭 这件事情就会让人家 让女生可能感到就是有点 如果她意识到你有这个作为的话 她就会觉得不好 当然我觉得A制基本的架构里面就是 本来就是平等啊 本来第一次约会就是A制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如果你的总总作为 就是你要跟他 计价到比方说123块 你连那3块你都要收 或是你可能看电影的 后面的那个尾数是9块 你连9块就是 那一块你也要 就是教他找给你 那这就有点过头了 有时候就是 如果你刻意的去做一些 所谓的A制 你把它走到很极致 反而就会让人家觉得 你就真的不是小不小切问题 而是你这个人 到底多在意 哪个几块钱 而这件事情呢 不是说那个钱不钱的问题 而是那个在意 这件事情会让对方觉得说 天哪 你真的是一个 很斤斤计较的人了 这斤斤计较可能能够 套用到别的地方去 可能是他跟你相处之后 可能他对于 比方说我们今天买的 9个弹塔 你可能那个第9个 你就是规定一定要对分的吃 他可能就会在意 你就会这么的细节的在意 他会被你吓跑 所以呢 在此建议就是 就是你可以A制 但是不要过头 就是如果是那种 什么6块7块 我觉得就算了 就是不用外奈 一两块钱去 你要得不偿失 然后最后 还是要回贴到第二点 就是说 你不要用A制 去考验人性 你如果有想要 就是维持这个A制的话 我觉得就平常心 就是不要有那种 就是你看到他 就是有 就是你说你A制的时候 他表情变了 或是他态度变了 你就反而就觉得说 这女生不OK 因为有时候可能是 他之前的约会习惯 是男生付钱为主 所以他可能一时间 他不习惯 那这些有可能 当然你跟他约会 他就是得要去 收视你这个新的人嘛 所以他要去说适应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够 因为别人表情变了 或是他的态度 就是可能 哎 脸有点僵掉 你就觉得他 这个人的心态不正确 或他的价值观不OK 因为每个人 本来就有自己的想法 他可能 他不可能本身是非常有钱 可是他觉得 在他心里打冲 觉得说第一餐 对男生付钱 对他来说是加分的 很可惜 你可能选择A制 那没有谁对谁错 纯粹就是一种选择的问题 那就是你们两个 如果都觉得OK就OK 不OK那就是 可以沟通 可以直言不讳的 说出你的想法跟心意 他如果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也没有关系 就至少你们有个明确的 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这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们想要长期的 交流下去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 A制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不要去揣测 女方怎么想 因为每一个女人都不一样 很多台湾男性 从小跟异性相处 然后可能身边的亲朋好友 或是家长 或甚至是 他就是可能要约会之前 他就会在网络上 以前会问什么 就是所谓的期末知识家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Google 或去看一下低卡的版面 或是PTT的版面 说到底该不该A制 或是到底是不是男生该付钱 约会谁该付钱 这件事情 就是众所纷纭 但是基础上来说 就是传统的 就是我们父职辈那一辈的男性 可能都会跟你说 啊你出去 你就男生就自己付钱 这样子就比较 不会被女生 在背后说闲话 或是给人有话讲 但是呢 我觉得那就是 要基于一个 经济水平的考量 如果你就是个穷学生 也不用搭肿脸 装胖子 硬要去吃那种很fancy 一套餐要两三千块 然后你硬要请客 就你根本就没有那个钱 你根本就用你爸妈的钱 才付这个约会的餐 那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要量力而为 那先讲回来 刚刚说的 就是不要去揣测 女生怎么想 我觉得普罗大众 可能传统男性 都会觉得说 女生就是会在意这些事情 可是我觉得 现代的女性 其实都相对很开明 她也怕占你便宜 感觉会 会感觉让你多想 你懂吗 因为有些女生 可能第一次约会 她就纯粹抱着 出去认识新朋友 我没有要占你便宜 我如果给你请 我反而还留个话 我给你讲说 那女的跟我去吃饭 然后后面竟然不联络 那她还给我请客 其实现在很多 新时代的女生 也是很怕这种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 你要不要请客 跟要不要AA质 真的不用去揣测 那个女生在想什么 而你想要去 你还要印证 她的那个内心 的那个小剧场 因为每个女生 真的想的都不一样 有些大而化之的女生 她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自己 经济独立自主 我可以自己请 而且我吃了心安理的 我还点最贵的餐 我都不会有 眨一眼的空间 那有些女生 就是觉得说 她可能比较传统 她可能期待被请客 她觉得你请客 表示你对她是有相对 一定的好感之上 所以真的没有一个准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选择 就是要AA质的话 你就勇敢地提出 这个请求 或者事前 你们在吃饭之前 就是在聊天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询问一下 说你对于约会这件事情 就把它当成一个 开玩笑的心态 拿出来讨论 我觉得这也是 一个很棒的话题 你可以从中 去意识到女生 对于这件事情 或对于金钱观 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 相对比较实际 你可以去理解到 对方怎么想 因为很多时候 女生在出门之前 她真的内心也会 有一番的折腾 就是说 原本我应该就是 选择要大方买单 但是你有点担心说 现在女生 是不是会在乎说 她只是刚好有空啊 她刚好就是想要蹭饭 她就是有空 刚好你约她 她就说 反正就是吃个免钱 也不错 然后她其实对你 没有好感 你就会开始自己脑补 说我这样是不是被利用 或者是 你就会忧郁说 可是我如果直接说 我要请客 她明明就是一个 就是很高学历 然后她本身也是跟你 非常聊得来的女生 她会不会觉得 你太自以为是 你有点太大男人主义 反而就破坏了这段友谊 就各种的 翻腾的思考 跟翻腾的忧虑 就会让你就是 一直在反复说 要请还是A制 要请还是A制 有时候真的是 不用想这么多 你要付就付 然后你不付的话 我觉得事先先沟通好 说我们这一餐先A制 就是在吃饭之前 就先讲好 在点餐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提及一下 对方可能就会 有意识到说 OK那这一餐就是A制 或者这一餐可能 就是选择 你要请客 我觉得 有这种 直接了当的心态 你只要够坦诚 不会 我觉得 她应该就是 都可以接受 比较是到时候 就是你们两个 怎么都不讲 然后最后一课 就是要付账的时候 然后你看她 她看你 就是你懂吗 两个人就在高来高去 感觉你要付 你又觉得说 有点不甘愿 可是她也是在等你说 你是不是要付 因为她可能 钱包也准备拿出来 可是又怕说 你突然 就是你要结账 这样 就是没有必要这样子 在这件事情上纠结 有时候就是拿出来讨论 也是一种做法 不要去揣测 女生怎么想 因为每个女生都不一样 所以你得不到 你要的正确答案 所以你就是用开口问 是一个方法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AA制 你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就是 量力而为 不达肿脸 装胖子 许多男人在第一次约会 说要想说 嗯 这是第一次约会 那要留个好印象 所以一定要订一些 非常高级的餐厅 或是安排一整天 很完美的行程 就是所谓的 套装行程 看电影 吃饭 然后可能去 然后上夜景 或是河边走走之类的 Quare Level 反正就是这种行程 它可能就是蛮伤荷包的 但是呢 你如果又选择大方的买单 这样就造成你可能 就是有点经济压力 因为你有可能 如果约会成功了 你不可能就是 这辈子之间这一次吧 你可能之后 还会有不断 会有约会的行程 所以呢 我觉得 在约会之前 如果你选择 要全部买单的话 我觉得你就要去评估一下 你自己的经济水平 是不是足够 就是不要花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钱 因为如果你这一次吃了非常高级的餐厅 你下一次就变成会以上次做个标准 那你就反而让自己陷入一个陷子于不易的状态 你懂吗 那你倒不如请一个不错的餐厅 但是不用到非常顶级 那这样你之后每次约会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今天选择AH的话 那更重要 就是所谓的 你要去稍微评估一下对方的财力 是不是也能够对应吃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来是 你在规划行程选餐厅的花费的时候 就不用设定这么高的门槛 因为可能你自己选择要AH 那你有先跟对方说吗 因为对方说不定根本没有带那么多钱出门 你知道这也是蛮尴尬的 而且更不用说 两个人如果想要长期的认识下去的话 你眼光就要放远一点 因为如果之后每次的约会你都要搞得这么复杂跟fancy的话 你们两个最后就是不停的吃土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约会这件事情跟约会的付钱这门学问呢 就是有关两个人的经济 能力跟价值观 是不是有吻合 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在事先先去聊这件事情 就不用所谓的你硬要去撑个场面出来 就是我全部我买单 然后最后面你就发现说 你之后的每次约会 你可能都要去卖肝卖肾之类的 或者你还要去兼职 才能够达到你们约会每次都买单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必要 而且不够踏实 因为终究如果你们两个要长远的走下去的话 应该是双方都在一个自在舒服的状态 那才能够长远 接下来第五点关于说约会究竟该不该A制呢 就是甘怨妇就欢喜受 不要事后抱怨 我觉得很多男生很爱就是自己请客了之后呢 然后事后如果这个女生就是跟你飞到 就是没有要跟你 就是有点冷漠处理你 或者她跟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感觉 就冷淡掉 你就开始在后面讲一些 这真的没有必要 如果你今天选择大方买单了 那你就是钱花了付款了之后 就不要再去提及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甘怨妇就欢喜受 不要在衍生那种在背后说什么 帮别人养女友啊 或是白吃白喝啊 还是来蹭饭的这种想法 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真的会有这种内心的纠葛 你会觉得说你付钱到做他的我 没有跟你后续话 你会觉得你自己吃亏 如果你可能会抱持这种心态的人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是以A之为主 你这样子就伺候 你就不会觉得心生不满 就是倘若 如果你今天选择要 就是全部买单的话 那就是要保有男人的风度 在这件事情上面 请你要大气 伺候 不要再去提及 哪怕你付了 之后也不要再去讲说 我刚刚请你吃什么东西 或是之前请你吃什么东西 就不要再拿出来说罪 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必要 然后最终还是要聊一下 我女生的心态 我觉得女生对于A不A质 其实真的就是一种心意吧 如果对方提及了A质 你可以选择答应他 因为有时候男生先讲说 那真的还我付 女生也可以选择 我今天就是老娘 我自己可以付得起 我要自己付 我自己吃得心安理得 很多女生在第一次约会 已经会有这种心态 因为就是现代的女性 但是如果你想要被请 那也OK 我觉得这都是两边 只要是开心就好 所以觉得约会 究竟该不该A质 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法则 就看你们两个人的心态是如何 但是不管怎样 我觉得男生 你今天跟人家约会 你要选择全副 或是A质 完全就是你自己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用去想别人会怎么想 或是这个女生会怎么想 或是她的朋友会怎么想 或是你的家长会怎么想 不用去想这么多 就是发自内心的 想请就请 不想请就A质 这么简单 你这样才能够 人心合一 不会就是口是心非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你应该了解 约会该不该A质 希望你可以匆匆得到一点小解答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有对于A质 甚至你有任何想法 或意见的话 你可以到资讯栏位的IG YouTube 让他们去订阅留言 跟我做互动咯 最后再补充一下 最近有个APP叫做Clubhouse 你可以在那边搜寻 其实你应该就可以找到我 跟我在那边开访聊天互动咯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